真言二十八章十三节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所犯的罪必须把它们认清楚 得罪人的地方必须向人认 得罪神的地方必须向神认 不然就要受亏损 当我们犯了罪 要把罪承认出来 不要给罪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来原谅自己 或怪罪别人 怪罪环境 主耶稣对门徒们也曾如此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如果用别的话来遮掩 必是在所犯的罪外 又多了一样谎言的罪 仅仅要出于呢 是